最佳女主角竞争异常剧烈 入围的演技派 各个获利全开 却不会让你伤害我 绝对不会 我不准你这么说 她还没有死 我感觉到她就在附近 我发现你的陈小林的事 我你也只能认出我 不是你 你走 不管你是指数我 我不要再看到你了 从一个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完成我老爸对我的期望 一定要证明给他看 我没有你这样的大伯 你们就把我关到死吧 到时 你们也会被控谋杀 对于自己的入围感觉怎么样周莹 我自己觉得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我觉得我在角色的拿捏上还不够稳 不够稳定 这因为是可能跟资历有关 要多拍几部戏多磨练一下 可能就会做到比较平衡 多入围几次了 其实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 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同一部戏的演员一起入围 而且入围者也不只是我们两个 反而我觉得呢 能够入围是一种肯定 我会为我入围的机会 就是觉得开心和期待 之前用小娘人呢 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然后之后一年呢 就沉浸在那边给别人机会 哇 讲到这样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 想握你的手哦 诶 会不会有点陪跑 想握你里面呢 我其实演两个角色 然后很多时候都要自己跟自己演戏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有挑战的 所以 应该是有机会的嘛 谁会赢他黑马呢 对奖项来说 你个人每年是怎么看 会觉得这是一个每年都要玩的一个游戏 那其实 比较注重的还是一样 还是演技 还是演戏的方面 那其他东西 我会觉得说 如果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你觉得不是你 你觉得会是谁 最佳女主角 一平姐 为什么会是谁 因为我们拍那部戏 我们成为朋友 所以他都很 非常非常支持我 所以我一样要 支持他 阿姐阿姐 我跟你讲 在这一届的红星大奖 最佳女主角 还没有公布之前 你是在任的女主角 在任的 因为团圆犯嘛 最佳女主角嘛 然后这一次呢 又再次入围 哇真的显示 姜是老的辣哦 姜可以说 不要讲老的 老实讲 他们也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我的 另外一个最火大当 OK 瑞恩 那个是 很多内心戏 为什么你讲到这个 突然间你好像很有感情 没有 因为我 我突然间就想起 我在跟他拍最火大当的时候 刚好那部戏在播 我们在吃虾面 Auntie拿面来的时候 就好像 她还跟着 跟瑞恩说 她要哭啊 感动到在 隔天还想哭 所以蛮power OK